大家好啊 现在晚上21点18分啊 我们接着听这位老哥聊这个大跃进啊 大饥荒啊 文革呀 毛泽东 林彪啊 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啊 他年龄比较大啊 他了解过去的事比较多 另外他比较爱看书 这个他掌握的党史啊 这个现代史的资料也比较多啊 就是没有太阳 没有什么光合的 晚上我们点火把 我们点灯 什么给庄家照明 加强他的光合作用 在理论上边这些东西 他是可信的 他是碰到什么 他一根筋 他非要去看 在到底头上 到地上去看看 你就走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他不走 他蹲下 他蹲下去 他在地里面 他扒了 那个地方 他叫番薯 扒了 他也扒了 这一看 嘿 你知道那番薯 他怎么长 他都摸着长 一蹭一蹭的长 他扒了出来以后啊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啊 这边原来天井 有一个县 就钓的一边大 哎 这彭老总这一扒了 一看出来 那个番薯啊 他不光是落了长 还都一边大 彭老总 哈哈大笑 哎 说您啊 说种艳 那这这种地啊 这真是种出水 去来了 你看那番薯长的 比我们的战事 粗糙都长去 一边大 这彭老总 说他一边金 这这这哪行啊 这个 回来以后 是吧 他又报告 那么我都谁还不相信 他陈一 你带队去 反正吧 当时吧 都这一群健身病 当时伟大理性 当时 有什么不相信的 这些人哪个人不是农民啊 他们啊 原来比如说打三百斤 现在打个五百斤六百斤 还了不地了 对吧 你又没有什么 过人的特殊的 那个 那个种工艺 是吧 这个技术革新 什么打几万斤 这不是骗人吗 几千斤 一千斤都不可能 是吧 这个 这些人真够坏的啊 真够坏的 我只能这么说 反正吧 当时吧 都是一群健身病 当时伟大理性 当时有做了一句诗 就是 那是什么 三十二年 摊子一会间 三十八年 那个他说了一句 就王岐思思里头 还有 还有 叫喜看道书千从浪 变地英雄下期间 就把这些什么 这个调查 那个调查 那都不行 那都那么按的 不好好按我的指示去做 就这一句话 喜看道书千从浪 变地英雄下期间 大元既 好 人民公社 好 就是 就是这样 不要说了 现在没用 伟大领袖队 伟大的多数 知名了 航向 别人呢 就跟着看吧 就 就伟大领袖 毛泽西在那 思考就行了 你们就跟着领袖看 没错 八亿人 只需要一个脑袋挂子 只要一个大脑 思考就行了 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 陈老总 陈议员在亲自带队 到广东叛议去 实地考察 回来以后 他在人民日报上边 发表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搜一下 叫广东叛议考察记 他在那边就提出来了 说大领袖 要大踏步的领袖 轻重运动 起来了 说这个干劲啊 一股回泄 说有一些人呢 跟着沉上姓氏的发展 是破两手扯后腿 这不只是认识的问题 有人说 有人怀疑 这个一百万斤 我亲自带队去讨杀 是我亲眼所见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胆 是可行的 一到后来以后 猫的鞋他受到鼓舞啊 后来以后就到 原来就是那个谁啊 溜住鞋钉点了 钉点那地方 这是吸水 去考察鞋 后来猫的鞋也去了 去了以后 先召开 三级干个会议 听回报啊 听回报以后 猫的鞋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 说您看 这本粮食打放收了 你们都是怎么搞的 先介绍经验呗 后来猫的鞋 这老哥您遇到了新问题 这好事都往自己脸上贴 就跟改革开放似的 知道吧 对不对 老邓是总设计师 没有人家 那个 习仲勋和任仲宜的事呢 哎呀 这臭毛病 改不了 这现在的问题 不是粮食产量有多高的问题 是怎么消灭 怎么消化的问题 后来猫的事 他提出来几个问题 这是粮食产量这么高 我们怎么办啊 这不老哥就遇见了新问题吗 后来 这个问题他比较突然 尤其集成干物 是面面相似 他回答不上来 回答不上来 后来就冷藏了 有一个人说 站起来说 我们换机器 说 他说 这个粮食产量 不光是你们这个地方高啊 全国它都高啊 后来猫的事 发表了光会指示 这阶级斗争又出现新农项了 又出现阶级敌人了 要坚决地消灭它 又是干部下坏了 这一看 好好好嘛 又要消灭阶级敌人 猫的事 喊喊大笑 说这个敌人啊 就是你们手里边的粮食 过去我们一天掐三顿 湖南人说吃饭 他叫掐饭 说吃三顿 所以以后啊 我们要掐五顿 掐八顿 要吃五顿 吃八顿 要把这个粮食 建筑地消灭掉 可我们呢 这个粮食光你们吃还不行 我们要成立一个地球委员会 你们吃不了 那我就请外国人来吃 老张没错 这历史我跟你说 你看你怎么看 看你怎么说 看你恰臭趣味 跟你说一样 绿机一把做三角 是吧 就看你挑哪一角了 等有时间 我在讲刘小夕 邓小平 陶柱 还有原来 竹政湖北的 王仁仲 在这个大军期间 他们的一些 发明一些创造 朱老总到安国去 怎么看了些 那个小学生们 站在外岁上面 跳舞 朱总司令 说还是社会主义行啊 我也觉得黄克城 说的还是比较公民的 说好事都你们的 坏事都冒着西点 说开会的时候 咱们都一块开的 说打起来都是同意的 老共同啊 这些律师 我跟你说 如果再过上百瓦时间 那讲起来 绝对比三国精彩 你就是这样 你分手 首先要把这些人分成几波 井冈山一波 红一一波 红二一波 红三一波 红四一波 完了就是西北根据地一波 是吧 就把这些分几波以后 再去捋着人脉关系 就像看圣经一样 伊斯玛丽生了谁 这个神生了谁 你才能知道判断这事 这六小七当时一个提出来 给那个什么 给庄家灌狗粉汤 给那个玉米输液 就是挂上那个输线 输液 说那是多了 打连钢铁的时候 是吧 有的用煤锈炉子炼 有的 在花北地区 有的 有的还没有煤 用街杆 用稻草炼钢 等下里边还有甲忠药 这些都得 已经把房灵创造了 那这这这个什么 还有些农具 连锅什么都给杀了 还有这就是那个 家具上边的 那荷叶 这门上边的土调 我都得把你翘下来 炼了钢铁 炼了钢铁炼出来以后 一个人把小嘎的 还得用红透的包上 翘的落 大的 橘的红旗 向党献离 他这样子 当初咱们也知道 这个党中央开会 他不是冒着谁一个人开会 大家都做的话开会 开会 他这个定向这个大方向来 通过这个决议以后 我们要分头落实 分头解释生训 他没个人 他负责的领域不一样 你说具体工作当中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你说大的这个制造放针 有没有问题 也有问题 那要不然后来 他就不会就偏 那么由一说一 是由我说二 至于这个责任划分 这另是一码事 这个刘少奇好战以后 他提出来的这个四法自由 就是自由市场 自由贸易 自由借贷 是吧 这个四股精英 这些东西吧 你当时 原来第一个五年计划 完成以后 提出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这个五票 的确确它是不相符 跟社会主义这个道路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应该说 你中共中央开放 后来批刘少奇 就是他的第一大阵 就是三省一宝 四大自由 后来以后 当你搞这个改革开放 万万圈圈 那不会回到刘少奇提出来的那些东西去了 是吧 那个市场 你还得要开放 自由市场 是吧 你还得要自主经营 你还得要自费盈亏 是吧 说毛泽水垂居二线 他是在 这个七千元大会之后 他就开始 因为出现了很多问题 他说我也要搞调查 是吧 搞研究 要深入到集成品 去研究一些问题 从前提出来 这个高半年工业 高半年农业 高半年商业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定性的 那时候定位是冒进 到后来刘少奇 就是主持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 由于提出来的这个三省一宝 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 它主要指的是城市里边 在贡商业这一块 三省一宝主地 主要指的是农村这一块 回来以后我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原来有些农民啊 这个土地呢 有的呢 他也往外出租 有的偷了也卖 这贸易认为呀 早会调文物了 是吧 费着那么大的劲 从初级社 高级社 到人民共事 城市里边 有远来的 这种 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我们成功地给它改 通过这个公司合影 以后啊 以公有指挥 那你说说 那个吴大雄 够了 够了 我活不了一百多岁 再一个刘萨区提出来 阶级斗争 西面论嘛 这猫路是弄思想 这猫路是一般主张的 猫路 虽然这个 他是斗争德学 一天斗 一地斗 一人斗 欺了无穷 我有的事情 我会讲 这个世界 它是有矛盾组成的 在斗争中 求生存 在斗争中 求发展 在斗争中 得胜利 刘少奇 他那意思 已经公有志了 是吧 这阶级斗争 就告一个段落 把主要的精力 要集中在 这个经济建设上来 不断地提高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那我问你了 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的这段时间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们说在打江山的时候 毛肚子的功劳 我们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后来以后刘少奇嘛 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 也比较强势 用于不太准确的话来说 一招劝的时候 是变把力来信 尤其是推广旺光美 套战经验的时候 有些事 也不太好说 尤其是 有一次到外地去视察 从北京 天津 盛东 到贺南 一直到安徽 安徽那个时候 它是圣西圣 圣西圣主阵 圣医圣当时嘛 它是在这个 在基层 在基层 在这个 考察什么 后来这个 听说 刘主席来了 赶紧往回赶 这个建议之后 这个职业 这个 刘少奇 批都该联了 就说 汪汪梅通知的 这个什么 你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学习了没有 而创造了没有 这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当然也是 是批准了 是吧 最再来 这个 武先生呢 也正说是 我们创造了 创造了 所以 确实是 正在阻止 学习 后来 六小徐 就说是 正在阻止 学习 我问你们 是 落实了没有 你们对 汪汪梅通知 是一个什么样 的态度 那这个 既言 鲜 从天井到盛顾到河南到安律会 走一路上骂一路 这些特别强势 说后来以后 温哥516通知发出以后 毛主席为什么要贴打字包 说炮了他死了 后来为什么要先解决北京市委 说以碰针为首的 把北京搞成了兜里王国 侦查不行 水泼不行 毛主席为什么要判断 说以摸摸某身为首的 他主要是在东洋 投向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那个时候还没有点六少七的名 六少七的权力地的确实够大的 后来一直于开会的时候 毛主席拿了党章 拿了宪法 这事了谁别说谁 我也觉得还是老陈的这个 这个版权这个松子比较好 就是料料池和啰嗦 59年刘少七当选为国家主席 他是他第一届 这个委员长 第二届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届国家主席 国家主席实力上 他就是一个名誉之位 原来董必武也当过这个代主席 宋庆龄也当过名誉主席 李先念 是这个杨省云 也都当过国家主席 他都相当于印族总统 或是这个以色列总统 他是一个名誉之位 主要他是对外 这个大政方针 他是由党中央主席来决定 刘少七那时候 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 国家主席 他只是一个名誉上编 但是后来以后 这个新权大会以后 刘少七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个时候他才有了十全 国家主席 那个时间不是虚险 他本身就二把手 国家副主席 那个党的副主席 对吧 那他不主张 哪有一把手干活的 那二把手干活 至于为什么要搞党业界 至于共促关系 是密切相连的 尤其是这个赫鲁晓峰 秘密报告之后 是吧 党内也有了危机感 那个时候 共产党内的宗旨 他也解放全人类 这个是这个共产主义运动 又是领导的问题 对老壮 是这样 毛主席呢 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一把主张 就是独立自主 自立更生 后来刘少七主张 学习喜欢一些东西 跟邓 说完刘邓录像 搞得跟他提倡这个东西 基本上也是一样 你现在也存在的问题 因为华为这个事 都不是这样 是吧 你现在也存在的 存在的这个大的 也是 这个两方的看法 一个就是 咱们 有没有这个四主圈 有个四主圈以后 你就这个 放着被别人 卡锅子 但是那时候主刀经济 经济方面 当然宗里是否劝责 是吧 主要的还是有这个事 陈英 李福春 还有是那个刮农业的 是 他的事 刮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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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为什么要是我 为敌人 是 intellig 他所以就是 绘 applaud 光依靠别人自己应不起来 这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东西 它是方法上的问题 所以说毛主席要提出来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你要现在 它就补充在这个问题 你这方法不同 哎呀 你要是不买那个瓦良格号 那你怎么造我 是不是 你还是从借鉴 引进 消化 你这一步未来 你这原来在中国 在大线能扫航母 民国线能扫航母 咱就不用买瓦良格了 买那个瓦子干什么